澳洲和台灣一樣都曾經被當過全球抗疫優等生 那因為現在澳洲有多個地方 就是多點爆發Delta變種病毒群聚感染 現在全澳洲大約七成人口必須接受封鎖管制 因為澳洲財長剛剛說了 在沒有辦法確保疫情不會進一步擴散之前 不會開放國門 那當地衛生官員也形容Delta病毒太刁鑽 讓人防不勝防 現在澳洲最大城雪梨和它的周遭城市 在宣布封城兩個星期之後 首府達爾文也因為通報四例的本土病例 宣布從27號開始要封城48小時 而新南威爾斯省官員先前就警告 預期雪梨的Delta病毒變種 這個在未來幾天之內會增加 另外東北部的昆士蘭省 28號就今天也是重啟了防疫措施 包含了強制戴口罩 還有限制家庭聚會人數以及社交距離限制 路透現在說在這波Delta病毒的侵襲之下 澳洲總人口1800萬 將近七成人口必須接受封城的管制 財政部長也最新說表示 但是在沒有辦法確定這個安全之下呢 暫時不會開放國門 那也因為正進入這場大流行的疫情的 新的階段 對抗傳染力更強的Delta 那澳洲總理莫里森呢 今天也要舉行國安會應來討論如何面對 這次抗疫的關鍵時刻 澳洲說他們即便如此嚴格的管控 水利兩個星期前還是出現了第一例Delta病毒的群聚感染 隨後呢疫情就逐漸的擴大 那新南威爾斯省的衛生部現在形容Delta病毒是強大的敵人 說不管採取什麼樣的防堵措施 病毒就像是早就知道消息的樣子 而且加以反擊 Delta外加Delta Plus現在單靠現有的疫苗 已經越來越多專家說是沒有辦法充分對付了 世衛駐俄羅斯代表就警告 需要在短時間之內加強防疫力道 像是必須持續持續的實施口罩禁令 還有就是加快的接種疫苗 否則就只剩下封城一條路 接下來看這則報導 Delta在俄羅斯的境內蔓延 27號因新冠死亡的人數高達599人 其中光是莫斯科就有144例 創下疫情爆發以來 單日新冠死亡最高紀錄 醫院是人滿為患 社會組織諸二代表伊諾維奇警告 在面臨Delta還有後續傳染令更強的Delta Plus 必須持續戴口罩的禁令 另外要加快接種疫苗 否則就只能封城 另外歐盟的CDC也警告 直接種一劑疫苗還是有可能感染 因此要加快完成兩劑的接種 歐盟預估到8月底所有確診者中 可能9成都是感染Delta病毒 記者綜合報導 大陸現在都在關注防疫專家中南山 最近的針對Delta疫情的解讀 央視也報導廣東經歷了大陸第一波 Delta變異病毒株的感染 中南山說Delta傳播重症的病人 大部分是老年人同時也有孩子 因此這兩組人群應該加強接種 另外中南山也聲稱大陸國產疫苗 對於變異病毒株是有效的 對於預防發病的保護力將近60% 而預防肺炎的保護力將近80% 但是是沒有患者轉為重症還有微重症的 這一點中南山說在實戰資料當中 可以得到印證 但是要全面防堵Delta傳播 中南山也說普通旅館隔離不合格 廣州將要建立這個 5000個獨立空間的國際健康驗站 要來確保隔離的人是不會互相感染的 而提到廣州 澎湃新聞曝光說廣州的荔灣芳村 經歷了6到10次瘋狂的核酸檢測 以及很多次的封閉管理 終於解封 他們戰勝成功戰勝的Delta 變異病毒株 而專家也分析 這個荔灣芳村他們防控疫情 沒有採取整體升級 而是得利於整個做分級 分類的一個獨特的模式 才得以壓住了信心之火 得以迅速的切斷Delta的傳播鏈 以上就是全球現場為您掌握最新狀況